这终于是问的 李先生呢 是八卦年公立的十月十号 晚上二十三点 以后出送 我们看一下 这个李先生拔的一些基本禁锡 从拔车来看 李先生是一个很聪明 同时也是一个 地观禁锡之人 他的设计策划能力是很强的 为人慷慨大方 但是呢 李先生应该也是异乡之人 就是他不会在他家乡 来 来 来 闯立 闯业 他也是一个不靠走业 也是没有走业的 没有走业之人 但是呢 他注重的正偏才都忘 他的异性缘也很好 福音不好呢 这里边有所明显的一个体现 这是一个 李女士呢 你问到他和他这个 以后的这个状况呢 我们看到呢 他现在呢 应该是处在领导岗位上 他现在是一个副职 他现在的目下的状况呢 显示了不是很好的一种状态 你要问你们这个呢 能不能结婚 我们从这来看呢 从你的角度来讲 还是呢 有一定的排斥 就是说你还排斥这么一种结婚的走建家庭 你对这个呢 有所排斥 处在这个矛盾变化当中 你是一个对什么都要求很高的人 而呢 李先生呢 也感到这一种走建婚姻家庭呢 给他 但也感到有一定的压力 要我们整个一个观点就是啥呢 我们看到呢 你们的感情还是稳定的 而且也是长久的 但是呢 很难走向婚姻这个状态 结婚 很难结婚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这有一个照片 我就看到李先生的一个照片 李先生呢 但是谁呢 他也是富贵中的 一个是全国高 这个两耳切面 男耳全国高 不是世上英雄 便是人间用好 这个呢 最阔头缘 也体现是一种 才能很好的一种状态 你们俩婚姻都不好 你呢 耿生日 跟耿生日呢 表示呢 日干 叫日干之相同 日干之相同 你初中这一天呢 天干和地制的五星族群里头 叫夫妻不和 还有灾婚趋势 这是你的东西状态 东西状态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呢 你呢 在往后的五六年时间呢 我们还看到 婚姻还会处在一种 犹豫不定的一种状态 还会处在 五十一岁以后 你的婚姻向你来 就很稳定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 那么 所以这是我们 对你的问题的整齐的一个回答 缘分很深 就有缘无分 结婚呢 我们看到这里边 没有明显 走到一起的结婚的迹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感情会很长久 这是我们回答的问题 再一个呢 至于这个生孩子呢 我们看 秋子呢 我们建议 你现在就要注意 这一方面悲孕 这方面状态 我们看筷子 今年的能力八月份 有不怀孕的迹象 这是第一个时间 最重要的是 第二个时间 是今年能力的十一月 能力十一月 功力就到十二月 七八号之后 这个时间呢 最容易得到孩子 如果是孩子吧 我们看到了 还是女孩的可能性大 这是一个 就是就这两个时间 能力八月 或者能力十一月 尤其是能力十一月 做人的孩子 我觉得你现在呢 就应该呢 做好这个备孕啊 这一方面的工作 生孩子这不是问题 这不是问题 其他的东西 没啥 没啥 再一个呢 你还是要注意 最近呢 不要 吃东西啊 不要注意 那种小心拉肚子 这一点呢 我们看到呢 有这么一种迹象 或者说 最近女性的 要么就是最近 小心注意拉肚子 要么就是 垂逼加状态 我们看到呢 也有这么一个现象 其他的整齐那啥 你们的财运呢 整齐状态都很不错 你这人财运相当不错 他呢 财运也很不错 也是富贵中人 你问的问题 我们基本上都回答完了 好 我们现在就来 你来问的问题 事业财运呢 其实我刚才 都在穿插的 说这个问题 李先生 是九岁两个月行的 虽然他没有走业 不靠走业 也没有走业 但是呢 他的行运状态呢 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九到十九岁之间 这一个状态呢 还是相当不错的 他也是一个靠自己 十二岸头缝合 孤儿一女 也就是他靠他自己的一个打拳 跟孤儿一样 自己的一个打拳 来串凿这个江山 十九岁之后呢 他的事业财运呢 就表现出一个不错的状况 现在行的是 二十九到三十九这个月 也知道 今年的财运呢 我们看到现在 比较差 但是呢 到下半年 整齐他的财运状况呢 还会相当不错 他现在财运是有问题 后运的状态呢 他依然会表现很不错 三十九之后呢 他的事业呢 也会表现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成功 所以他的财运状况呢 我们看到了 有一个很不错的迹象 尤其呢 他容易在这个狗年呀 在这个龙年呀 容易发财 容易发财 狗年龙年最容易发财 晚运 他的偏财运 显示了很好的一种状况 这是实际才有 婚姻感情呢 我们刚才的大量的篇幅 都这么期待说了 都说了 他的婚姻呢 这是再婚趋势的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 他还是稍微有一点难克父亲 稍微有一些客气 这是我不看到 靶子上有这么一座信息和现象 这是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 下来呢 职业选择这一方面呢 李先生呢 用的是火和土 火的行业呢 有油电器 都火相关系的行业 餐业也是有火的行业 包括互联网 摄影啊 这些艺术之类的 都是有火的行业 土的行业呢 就是 房地产 建筑 因为呢 火和 土就是他 把子的行业 他也是一个 地关系 贵之人 所以呢 职业选择呢 就选择 跟火相关系的行业 跟土相关系的行业 就十分的适合于他 这是职业选择 反正了 往他初生级的 正南方走 当然往初生级的 四格卷走 也行 四格卷的头 正南方的火望 这是一个 五行不救呢 我们建议呢 因为这个远呢 远的五行本来就是 手头 他这个名字呢 符合命理的要求 你命理 那个这个 传统命理起问法 就是你的名字的 汉字的五行手中 必须符合你这个 把子的这个 命理的行业要求 他命理行业就是 头 这个远子 五行 汉字 汉字的五行手 这次是合的 五行不救呢 火呢 就是红色的 对他有力 数字二合七 对他有力 初生地的正南方 对他有力 火的行业对他有力 这是火的 红色 把我夹去装饰 这人 头呢 头的颜色是黄色的 头的数字是五合零 头望的地方 是他初生地的四格角 东南西南西北东北 这就是说 无形不救 这是一个 健康级六呢 我们看到目前呢 这块没什么大问题 他把子当工了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 火拿藏在裤里 火代表心脏 就是说 我们认为啊 他这个心脏 心血管系统 是他身体的一个 薄落点 但是现在 没什么问题 也不是现在 你有 考虑犹豫的时候 一个就是 实际要 适当的注意呢 就是说 在饮食上 要注意 上瘾酒 这是最主要的 一个状态 我们看到了 他也 善瘾酒 这个呢 要提醒他 心脑血管 是靶子上 身体的一个 薄落点 而保护他的 最核心呢 就是 酒 烧瘾酒 食量瘾酒 这一点呢 现在就应该注意 现在年轻 结合对家 就并不上 现在身体上 并没有什么 大的问题 好不好 这是一个 流言大悦呢 我整体 整体 已经说过了 我在这里呢 就不再一一重复了 好不好 就这样 和声明天 君彦 优优独播剧场——眼睛 优独播剧场——眼镜 优独播剧场——眼镜 谢谢大家